Hello,大家好,我是Synia 今天想教大家用Photoshop做一款非常精美的海报 像是明星片呀,有风景啊,有雪山那样的 然后我自己呢,在Google上面找了一些雪山啊,雪湖啊之类的不同的照片 然后把这些照片呢,融合在一张海报当中 所以可以运用到一些基础的Photoshop的技巧 首先呢,先打开Photoshop这个页面 然后又打开文件,文件这边按打开 然后我可以看到这些素材 选择这张图片作为背景吧 先打开 这个雪山 雪湖里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海报的页面A4纸大小 按确定 然后把这张图片移过来 然后把这个雪山移到这个A4纸大小的页面来 然后大一点 然后要想办法把这两张照片合成一张图 所以可以做的方式可以建一个Mask 那Mask的应用呢,就是说建立了以后点在这个空白的页面 然后用这个Brush稍微大一点吧 然后在这些想要去除的去绿这边 然后它慢慢的用Brush把它给填充掉 然后就能看到后面一张图的大小 其实Foto效果非常常见的 就是用Brush 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大的雪山 可以看到后面大的雪山 然后就七个星期间 是还有一张图片 就能看到海上就一张与雪山 就像两千千块 好 单独播剧场上 这个是个青春本 白十分 白十分 好 这样就把它的图给抠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做的话就是让它跟后面那张图融合的更立体一点 然后可以按Ctrl J 就是再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按正片垫底 这样就看上去更立体一点了 比起之前的风格 把这两张无果的图片绑合为一个直播图对象 然后把我们的雪 引入到这个背景这里来 我们用这个选择区域的方式 然后这些都做好了以后学乎 在这个背景里以后 如果想要让它的风格更偏向艺术化油画之类的话 可以做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先把它转化为智能对象 然后按滤镜 然后按滤镜 先给它Ctrl J 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这边滤镜 油画 按确定 滤镜 像素画 这边滤镜 这里有个金隔画 因为可以调自己喜欢的那个 好 这样按照 按这个比例调的话 它可以更加分布的更 基本的更大块一点 然后我就去这里 这样 然后按 这边最低的 好 这个是太深了 然后再加 慢慢来 慢慢来 就给你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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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把它油画好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加一些文字 嗯 这张 嗯 海报啊 或者明星片更加看上去 与众不同一点 嗯 首先我们可以选这个字体 打什么呢 就有雪山 然后还有个白虎 可以写个简单的文字 i like Snow Mountain White Wolf 可以打不同的蚊子 然後如果要修飾字體啊 或是想找自己喜歡的字體 可以選擇這個 看一下哪一個 好看一點 我還是喜歡剛剛的感覺 然後可以給我這張海報做一個邊框 我做邊框可以選這種 看我這個全白的 這樣感覺很好看 感覺更有明星片的感覺 我做完了以後 可以按文件保存 然後給這個 Vonoshop取一個名字 那就取Snow Wolf 保存在桌面這裡 按保存就好了 小明星… 適合… 感谢观看